我们接上期讲 魏先生跟李蜜 讲了什么是帝王 什么是将帅 什么是乱世雄杰 这其中 哪个要不合格 都会有问题 就建议李蜜 去投奔 其实就是讲李渊 唐朝这一支 然后才能得到富贵 又会避免那些风险 李蜜就急眼了 就是我们家四世无功 谁朝现在得位不正 天下都需要一个领头的 我要朕必乎 都跟我混了 搞得好 我就平天下 也是帝王了 搞得不好 我也是个王 就是雄把一方 我怎么可能去投奔这个 投奔那个呢 委身于别人 听别人的吆喝 你这个家伙 与真树辱 不可济世 你这就是傻逼 我不跟你讨论问题 两人就绝交了 李蜜后来写了 写了反诗 被地方官吏发现了 在燕门关也待不下去了 就去辗转 去了瓦岗山 瓦岗山通过王不党的介绍 加入了瓦岗军 瓦岗军 后来呢 李蜜还是确实这个人有本事 不能说没本事 真是有本事 做乱世雄节 做枭雄 怎么会没有本事呢 所以这个人 就是成了瓦岗军的头 隋朝后来连赢百万 就攻破了这个星落仓 谁来吃饭 有米吃 就来当兵 立刻就势力强大了 因为我们老说 中国这个粮食危机 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点 说点什么事 说点 可能不太会更多朋友 知道的事 就是隋朝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粮食产量特别高 那时候 隋朝政府在各地 建了好几个大仓 里边存着这个粮食 一直到哪了 一直到这个 真冠年间 几十年了 那时候还没吃完呢 我都不知道 可能这有点虚说 因为粮食放这么久 过也完蛋了 也就是当时隋朝结束了 粮食都没吃完 攻下星落仓之后 有粮食吃 四方云集 所以李密的势力壮大得很快 结果后来跟王世冲对战的时候 被王世冲偷袭 王世冲把他打败了 打败这时候想起 魏先生说他话了 当时 当时李渊也已经起兵了 又占据长安 就是两人 行了 那我就投奔这个李渊吧 他后来果然的投奔李渊了 李渊还是很器重他 把他封为刑国公 就是他老家 其实意思就是他老家 李渊说的封刑国公也对 因为李密的祖父 也被封为刑国公 为什么李渊他们家 其实在那时候被封为唐国公 为啥 因为他都是按他老家来的 李渊的老家 就是唐国 唐国其实就是今天 俱如这一代 俱如郡这一代 这是他唐祖邻所在 结果有一天 李渊派这个谁 派李密跟王八党 两人去 去招降他之前的瓦岗寨 那些将领们 去招降瓦岗军去 就出门了 两人走到半渡上了 李渊有点后悔了 可能是担心他 一走不回来了 又搞事出来 因为看李密这家伙不是太靠谱 就召他回来 就别去了 李密这个时候就害怕了 他怕 回去之后 李渊把他给杀了 王八党说不会的 李渊这个人还可以 挺人厚的 不会这么杀你的 但李密就不行了 李密那个 那个作死 那个劲儿就上来了 那不行 意思就是回去 肯定他会杀我 跑吧 咱俩跑吧 一块去 投奔他们当时瓦岗寨的 有一个将领 叫什么名字 去投奔他 结果路上 被唐朝的一个将领 叫圣言师 给杀了 李密就死了 因为圣言师说 说朝廷召你回去 你也不回去 你想干嘛 你不叫叛逃吗 就把他给杀了 所以李密的命运 就应了魏先生的话 应了魏先生的话 魏先生说对了 判定李密的一生 帝王当不了 将帅当不了 这个萧雄 乱世雄杰 最后被人给杀了 魏先生就有识人之名 有研究者说 他相当于水晶先生 大家知道 《三国演义》里 水晶先生 用识人之名 推荐什么诸葛亮 推荐什么徐述 推荐什么 什么庞统 这个人有识人之名 很厉害 这是世外高人 这个传奇 写到最后了 就讲了 魏先生 得道之事 得道之事也 诗其名 就是他的名字 给丢失了 没留下来 盖文真宗亲也 这个魏先生 这个传奇 写到这就结束了 大家想想 奇怪吧 奇怪吧 魏先生 你想想 魏先生那时候 能有资格去 参与 这个 评判 开黄越议 是吧 他一到长安去 大家的 公卿 这些个人 都去找他 让他去给 给断官司 断官司 你说那 这个医生 你那不是个 小本事的人 怎么就没有 留下名字来呢 其实 说来说去 整个魏先生 要 这个小说 要说的 就是 这个魏先生的名 魏先生这个名 我昨天 这个在电报群里 让大家猜了一下 有朋友立刻就猜到了 你说的是魏征 这魏先生 说的是魏征 那对了 我们今天 也不卖官子 这个魏先生 其实说的是魏征 但魏征这个名 怎么就这么 就这么 不能说呢 就不能说呢 这甘子药知道 甘子药里边 说的很多人 都是有实名实姓的 他为什么 就不能说这个 这魏先生叫什么呢 这就是 秘密所在 他不能说的东西 引着藏着 捂着盖着的 恰恰是 他要说的东西 怎么知道 是魏先生呢 这个魏先生 就是魏征呢 其实这有俩事 在这个小说里 说的魏先生 两件事 一个是 平叛人家 观音乐观死 给人家 断案 断案这个音乐 其实呢 道不是魏征啊 跟这个 真是对音乐 真的多么精通 他主要是什么 魏征这个征字 叫五音中的 我们叫做工商 脚征语 但这个 在音乐说 这个脚五音的 这个 这个术的时候 这个征不念征字 念直 但是我就今天 就给大家讲 就工商 大家记得很清楚 叫工商 脚征语 就是这个魏征 这个征字 魏征这征字 他为什么 他能评判人家观死 他能居中调节 大家别征了 就按我说的来 居中调节 能评判的 这五音 我想想 五音 工商脚征语 这魏征呢 是第四 但是他是从哪来的呢 他是从宋 这个地方来的 他住在宋 这个地方 这个宋呢 恰恰又是什么 又是商朝后裔 商朝后裔 其实就是商人后裔 商的意思 商里面 工商脚征语 就是他是第二 他是第二 一二三四五 他是二和四 他就是相当于 天平的两个弊一样 所以他就叫 他本身就是那个名字 就是这个音乐的 中间的两个字 这就有意思了 他就只是 他的音乐的 居中的那一部分 就和这个字 叫征 征 魏征的征 就是他的这个字 另外呢 他说这个李密 就是一种谐言 知道什么 那谐言 他劝说这个魏征 劝说这个李密 就说你 你这事你不能干 你有志向 就像我们说的 得薄而为尊 立小而认重 谋浅而至大 李密的三条毛病都犯了 所以这个魏征就劝他 你别干这个事 为什么不能干 你为什么不当不了帝王 你为什么当不了将帅 你为什么你就是个乱世雄杰 你要知道风险 为什么 这叫一种贱言 就是魏征 以贱言著称 整个中国历史上 要说给别人提一件 挑刺 是吧 就魏征是最厉害的 这是第一把 叫No.1 第一把 所以这两件事 就证明这个 这人就是魏征 这魏征 再一个呢 魏征跟这个李密的关系 还真是有那么关系 李密死了之后 李密死了之后 他知道徐茂公 包括魏征 他们几个都是 其实都是原来李密的手下 魏征的原来确实是道士 就像我刚才讲 魏征原来也就是当过道士 为什么 后来就投奔了瓦刚军 他一开始是瓦刚军那个将 叫原宝藏 是原宝藏的手下 后来呢 李密就想中他了 魏征确实有才 确实有才 这人确实本事大 两人就确实就 有很密切的交往 魏征确实给李密 当时提了十条计策 这件事你应该怎么干 那件事你不能干 结果呢 李密都不听 不听 这玩意不听 为什么 就那种自负 刚愎自用 那种自负 所以魏征不让他犯的错 他都犯了 让他干的事他都没干 后来李密才进他这个下场 他不管怎么样 李密跟魏征 跟徐茂公他们关系不错 徐茂公在李密死后 就请求唐高祖李密 我们必须有那个交往 李密也没犯多大的错 他就是害怕 他跑了 是吧 被杀了 我们还要把他收葬了 李源当时天下出定 李源这个人还算不错 你知道 所以就说 行行行 你把他收葬了 把他收葬 李葬了之后 是谁啊 是魏征写了 魏征给李密写了 木志明 木志明干嘛呢 就是盖棺论定 李密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当然木本里面写的 其实写的都挺好 写李密一生 写他一生的这个东西 没有其他的这些恶事 他那个东西 他知道以人死为大 是吧 人都死了 你没必要再去揪那个事 也就是说 李密的死因 也是因为 确实李密 也是有功劳 也是有威望的人 就是他自己 就不自安 就是后来就是 决策错了 决策错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相当于 这个魏先生传里写的 写的这魏先生给李密 说这个 说李密的预言他的事 相当于就是 魏征给李密 写这个木制名 这内容是差不多的 这是全唐文 是有记载的 这个不是说 谁杜撰的 这个确实是 再一个呢 就是 等于说 历史上 这个魏征 给李密两次 活着的时候 给他树上 这个建言 他不听 然后他死了之后 又评价他 给他盖棺论定 评价他的一生 这个就是 魏征里写的主要内容 这个事谁干的 魏征干的 是魏征干的 但这俩呢 也确实是老乡 也确实是老乡 他俩呢 为什么是老乡呢 因为李密 你想祖先被封为魏国公 然后 人家魏征就叫救星魏 然后 祖先又被封为行国公 行国公呢 就是魏征老家 知道河北巨路 就巨路郡 大多数史书 二十多史书记载 就是魏征 是巨路魏征 但有的说是 魏征是哪 是这个 巨路下曲扬 下曲扬 但是 这到今天还是有争议 在河北的晋州啊 就巨路北边啊 发现了有魏征的祖先 祖上的这个 这个记载 但是没有魏征的记载 就是说古人这个时候 他是 他是经常又战兵荒马乱嘛 朝局动荡 他经常会牵来牵去 看来魏征啊 祖籍 他爷爷 可能那一辈 应该是在晋州 但魏征可能从小 或者他就没有 他就 没有出生的记载 或者就没有在晋州住 应该是在巨路 就是正好是我老家呀 我老家 我老家那个房子旁边 还真是 那个地方原来有个叫 有个叫三明寺 但是为什么叫三明寺呢 这个三明寺啊 是太宗 太宗皇帝写的吧 还说嘛 说这个魏征死了之后 太宗说呀 以同为鉴 可以正一关 以始为鉴 可以这个知德师 这个知星体 以人为鉴 可以这个知德师 魏征死了 我意思我这个一面 镜都没了 意思就三鉴皆明 三个镜 三镜皆明的意思 叫三明寺 就在我老家 我那个房子旁边 当时巨路 有一年考古 考古挖出来 还发现这个地方 三明寺的固执 还发现了魏征的祠堂 还发现魏征的铁像 并且当时呢 我住的房子附近 那个村都姓魏 好多都姓魏 就是他们自称魏征的后裔 现在看基本上 魏氏宗亲会 也认为巨路是魏征的 魏征的老家 但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大有干系 为什么要以魏征 作为甘泽谣的开篇 这个里边确实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秘密的 不能提的地方 尤其的 我们从这几年 从整个魏先生的文章里 可以确认 魏先生就是说的是魏征 但魏征 为什么要把魏征这么神秘 这也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为什么一定要 要把这个名字引下去 把它换成魏先生了呢 大家知道 首先先从魏征的性来说 我今天算了个解谜 我们时间关系 又不知道路的路 又出问题了 魏征这个魏字 它的本意是什么 是城门上的台观 就是古代城门上 就是宫殿 大门上面的一个叫台观 就是一个台子 这个台子就相当于金字塔形状 并且是高大的 在上面在城门城墙之上 它指的是整个这个建筑 我们有一些节目讲过这个吧 这叫将 这个字形叫做将 也叫做圆 就是金字塔 也叫奔奔实的形状 这是魏的意思 并它是高大的 朝廷那时候发布 发布诏令 发布这个朝廷的法律 发布重要的这个政策 就要从这个魏 就这个字 从这个楼上 这个台子上 把它这个诏书啊 什么证令啊 把它悬在那儿 就发布政令的地方 所以魏字啊 代指朝廷 代指朝廷 这个魏 可能很少人知道这个意思啊 大家知道 首先魏是这个意思 大家记住了 这个字形呢 就是圆的意思 什么叫圆 圆就是原始的意思 碑碑实是世界上 最原初的这个形状 它也是点金石的这个形状 金字塔 都是按这个来的 它也是权力的形状 也是这个 你像华盛顿那个 华盛顿纪念碑 什么方尖碑 都属于这个样子 它是本源 它是世界的这个本源 所以这个代表 代表权力 代表原初 代表这个原始 我其实就是 给大家告诉大家 圆形 圆术中间的那个圆形 所以他在配这个先生 这个先生 就是先天出生的 先天出生是谁啊 大家知道 最早那个人是谁啊 亚当啊 圆人 最早的这个圆人 最早那个人 叫圆人 叫圆形圆人 这个先生是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了吧 再接着往下讲 为什么这个 这个甘泽尧 这个卫先生这个传里边 对这个卫先生这个名字 就讳莫如深呢 还要出这个谜 出这个谜团 出这个谜团 还很确定的 什么意思啊 这个名字不能这么讲 不能随便的说 这个争字 卫生这个争字 它有很多个意思 它一个意思就是 它是一个证明 是一个凭证 是一个征兆 是一个迹象 是一个预兆 是一个应用 是一个应验 应验了 我说的这预言 都是应验了 就指的这个 就是这个争字 另外它是音乐的 是音乐中间的 一个声调 音乐这个 工商脚争语 工商脚争语 这个争字 这几个意思 要合在一起来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指的这个 奔奔是这个形状 奔奔是这个 就是凭证 应验 应验到人身上 就倒成肉针的意思 这个争字 大家能理想 能理解吗 我觉得应该 我说的应该够明白了 就隐藏这个意思 就说上帝 就赐予人 赐予耶稣基督 干什么用呢 就是当凭证来的 当上帝应许的 因为许云峰 那个文章讲的是 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应许 封扇 知道是封扇 因为天降石头 封扇 这卫征就对应那个的 这个征字 这个征字就对应那个的 为何征 这下字合起来 就对应那个的 所以这个就 这个字就不能说 这个字就不能说 不能说的 其实就是要说的 引的就是要说的 把这秘密揭开 知道是卫征 好 你知道什么意思了 为什么要强调到卫征身上呢 卫征咱们再讲 卫征的这些数 卫征啊 生于北州大象二年 死于真冠十七年 大象 就是大的景象 景观 真冠呢 也是大官的意思 就这两 他生和死的年号 都是真冠 都是大官 都是景观 都是大象 就上天的这个启示 就是什么 就真冠 其实严格讲 就是规矩 就是真冠的意思 就是这个金字塔 这个形状 就是这个圆 就是这个 这个征字的形状 也是位字的这个形状 然后 二和十七 那知道什么意思了吗 二月十七 登方舟 登方舟 对应十一月十四 大家明白了吧 这是他的数 他生于这个大象二年 就公元五八零年 五八零年的 干支是耿子 他去世那年 真冠十七年的干支是鬼卯 耿子是七腰 鬼卯是104 就是三春之门的那个高阳之门 高阳之门 所以在西游记里 西游记里这个鬼 鬼来 骚扰这个李世民 骚扰这个真冠 真冠皇帝李世民 这时候呢 前边守宫门的 是秦琴琼 秦书宝 和玉世公 后门呢 是魏征 一个人 魏征是个文臣 前面俩武将 两人守一个门 后门 鬼闹最厉害的地方 魏征一个人守着 拿一把剑守着 所以魏征是单门的 这个门神 在明白上什么意思了吧 单门就是高阳之门的 第一个门 就是14710 魏征的生死的干支数 就在这 我们上期说许云峰 说这个 讲老爷外甥的对应 就杨户的外甥 外孙子就是谁 杨户 不是那个蔡庸的 外孙子 杨户 杨户的生死的干支 这个数是什么呢 就是25811 他是辛丑和戊虚 生与辛丑 去世与戊虚 就是25811 魏征就是14710 所以魏征 就去给太宗守宫门 就守宫门 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再继续往下讲 这里边提到的这个人 首先说随初 这事一开始就随初 随朝建立 在这随朝建立 随朝取代的什么 取代的这个是 是什么 是这个 这个北州 北州政权 是哪一天呢 北州政权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善为善让那天 是3月4号 3月4号 我们上期讲 那个红线传 是讲过 红线传讲过 里边说那个田成寺 田成寺是去世于3月4号 为什么 这时候讲成3月4 田 3月4号 李密呢 李密被杀的那一天 是多少呢 1月20号 一个3月4 一个1月20号 我们之前讲过 美国这个总统就职日吧 一个最早3月4 后来改成1月20 1月20 在这里边 这个树都合上了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树啊 是天道法则的显现 它的关键点 它总会出来的 它总会出来的 你看这个树 你就知道这个事 怎么走 这个事怎么走 别的是假的 文字可以瞎解说 树谁都改不了 这就是天树 这叫天树 这里边有 有很多个 很多个讲究啊 都是在讲 魏征的名 魏征的姓 魏征的老家 在这儿是巨路 就是37115 这个地方 魏征这里边 涉及到两个人 隋朝 一个是 隋王弹了 就是换了李渊 唐朝了 唐朝杀了 这个李密 他这个主 主要对应的主人公 李密 就是1月20 这俩数又组起来了 又组合起来了 所以有些时候 我只能说 告诉大家 你会说 巧合 对了 无巧不成书 但这个世界 就是这么巧合 就这么精确的巧合 它构成了 整个人类的历史 所以在这里边 他提出很多东西 都是在证明这个事 原来最结尾 比如说魏先生 得道之事也 因为魏征当过道士 魏征当真正 他确实是得道 真正得道之人 盖文真之宗亲也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魏征吧 他的嗜好就是 文真 叫文真 这叫魏文真公 知道古代文人 文臣 最高的追求 就是死封文真 死了 盖棺论定 封为 嗜好文真 那就是文人 一生的梦想 最高的梦想 作为文人 坐在这个份上 就等于可以 含笑九泉了 后世子孙 无比荣耀 知道这个王守仁 王阳明 那很厉害 一个人 几天平定了 宁王之乱 后来朝廷 把他封为新建伯 封了爵位 因为明朝文臣 极少极少 封爵位的 但是封了爵位 别人都求之不得 但是王守仁可气坏了 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知道 封了新建伯 他就不可能再 再什么 再去进朝廷 再去当宰相 再去入阁 再去封什么 嗜好文真了 做不到了 这个就做不到了 所以王守仁 非常的不高兴 封了世袭的爵位 他也不高兴 就再知道文真 这个分量 我们给讲过 形态有三个文真 一个叫魏文真 最早的就魏真 其后就是宋景 宋文真 再后就是刘炳忠 到元朝 四号文真 叫三文真宫 形态原来有这么一个词 叫三文真宫词 才知道这个分量了 这三个人 恰恰的都是 跟景教的关系 我们最早讲这个 比方说西游记 西游记是曲经的 西游记取经 但是曲经谁 谁在操作这件事 从一开始创造了曲经 起因就是魏征 斩了靖和龙王 这个传说其实在哪 是在习近平的老家 叫陕西复平 魏征有两个居住地 一个在居住 一个 然后后来去了复平 在复平那个地方住着 在那个地方传说 就斩了 斩了靖和龙王 靖和龙王告状 把唐太宗 给迁到地府去了 地府对质 这个事就起因于魏征 魏征杀了 靖和龙王之后 然后让唐太宗 失信于这个靖和龙王 这是事的起因 所以太宗去地府 还是魏征安排的 给那个崔叛官写了信 改了太宗的阳寿 改了太宗的阳寿 从一十三年改为二十三年 他知道二十三 这在这又出现了 在这又出现了 这个二十三 又是魏征安排的事 安排的 然后呢 太宗答应了 我要到 我要欢迎之后 要开这个水路法会 抄渡这些鬼 起因于这个鬼 抄打宫门 太宗又答应了 要抄渡鬼 抄渡天下所有的鬼 他这魏征 这个位子里面 就有了鬼了没有 大家就明白了 他又站守在宫门那 拿着剑 这个都是在讲魏征 确实呢 因为太宗的老家 就是唐祖陵 唐祖陵就在聚路 就在聚路郡 就是今天的龙耀县 龙耀跟人县交界这个地方 叫王隐村 又叫王莽村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讲过 就是开元十三年 开元十三年 立的那个碑 大唐地灵 光业寺 大佛堂之碑 大佛堂之碑 这是个预言碑 这个预言碑上 就讲到了杨户 讲到杨户 讲到了辽东之柱 辽东之柱 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指路的方向 一个路标 一个方圆的路标 这些都是跟魏征有关系的 魏征 他就是这么神秘 然后魏征又一手 导演了西乌曲经 他又选了谁 选了唐玄奘 但事实上 我们讲过西乌纪曲经回来之后 太宗写了 写了大唐三藏圣教旭 这圣教旭的小说里 几乎全文引用 除了几个曲经的数改了 35部经 把原来的几百部改成35部 最后一个字 改了一个字 就私夫侠夫 然后呢 这个小说里 西乌小说把它改成警夫侠夫 警夫指的是警经 指的是警教的经 35部 这个就是魏征干的 魏征呢 有朋友查到魏征很厉害 当个道士 懂序雷亚文 就是警教进入中国 引荐的整个负责 这个翻译的 包括这个建警寺的安排的 一切这些事 是魏征中将干的 比如说房贤霖和魏征 房贤霖还是其次 主要是魏征 房贤霖那时候是宰相 魏征负责的是秘书间 秘书间是负责这个事的 他是干这个用的 主要的负责人其实是魏征 魏征负责了警教在中国的 引入中国 让中国的发展 翻译佛经 翻译这个 翻译这个经啊 就是翻译了35部 整个翻译经的工作 由魏征来负责 如果你完全不懂序雷亚文 这个玩 就玩鸡同鸭讲 就没法说话了 就是魏征 魏征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甘泽瑶 由原教来写 原教来写 最后一篇 最后一篇 徐云峰 知道 讲这个 人类的起源是黄泉 人都是天下来的 并且原教 有他自己的事 最后那诗写的 经济满山归不得 经济满山归不得 不知当日是谁灾 就写到人的堕落 原教整个写的东西 都指的是警教的 以基督教为正统的 然后在这就写了开篇 魏先生是甘泽瑶的开篇 开篇的干什么 开篇就是指的警教 警教入华的 这个主要的负责人 魏征 魏征之后才是宋井 开始才是宋井 宋井又做了 又进一步的发展了警教 那唐之后 警教就消失了 就转入密教 他以道的外衣 以佛的外衣 但事实上 我告诉大家 魏征 为什么在 比方说关于魏征的 原来这些争论 他的籍贯的争论 就是在禁州 但是魏征可没在禁州 魏征应该是在聚录 聚录这个地方 告诉我大家 西汉的是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 这个地方就有宗教 就有信败 就有信败 等到佛教进入中国 东汉的时候 佛教进入中国 进入中国的时候 第一座塔叫普通塔 就今天南宫这个普通寺 比白马寺还早一年 这上面普通塔 上吊上一个 吊上一个童菩萨 童菩萨记载着 谁修的 圣摩腾诸法兰 就是东汉 永平15年 永平15年 正月15 就圣摩腾诸法兰修 到后边叫海和尚修 叫大尔三藏宫修 都是外来的和尚 没有一个中国人 并且它上面那个重修 那个数 都是115 715 415 都是这些数 就是上元节 中元节 和这个下元节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普通塔就是这个 这就是一个标志 就在 佛教进入中国之前 井教已经来了 就是这个原始的这个教 就来了 说白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呢 因为基督教 我们今天说的基督教 其实是在2000年 2000年以后 起码是公元嘛 公元纪念就这么来的 在此之前 这个教已经在 聚入这个地方 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在这个地方 这是他们的祖源 这是他们的根 其他后来 所有的宗教 不管是佛教 还是什么 还是基督教 还是拜佛教 还是什么什么教 都要找到 聚入这个地方来 这是天下中心 就这个37115 这个地方 大路泽 就这个地方 包括魏先生 这个小说里 这个传奇里写的这个 说谣治水 大雨治水 摇用着滚 接着给大家讲一讲 这里面都是秘密 首先说 用滚的时候 是征询了四月 四月四座山 本身就是金塔 就为征这个位字的形状 然后四方 东西南北 推举这个滚 滚的有一个西壤 有个土 能长出 直接长出堤坝来 堤坝什么意思 堤坝就是这个金塔 也是金塔 这个园子这个形状 四方向中间聚 这叫楼秀 就聚集 然后滚呢 就是滚的本 这个字意思 就是大鱼 从滚肚子 就生出来 这个下 就是治水的大鱼 其实就相当于 大鱼 就是小鱼的意思 子鱼的意思 就是双鱼座的意思 它就什么意思 它就治水 治什么意思 这就是 就天河的水 天河水下来了 天河水下来之后 给的都溅到 溅到南鱼座 溅到南鱼座的肚子里去了 南鱼座就是一个 双鱼座人的子鱼 叫鱼嘴A 这就是耶稣的象征 也是礼堂皇室的象征 鱼的象征 所以这个小说 这个传奇里 写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了 就这个意思 就是水瓶座 十一对这个五 115和511 然后呢 这个大鱼治水 为什么它能治水 就是因为 它是那个小鱼 叫子鱼 这个星啊 叫做北洛师门 叫北洛师门 大家想想啊 其实按历史的记载啊 魏征也好 李密也好 当时并没有到 雁门关流落的那个记载 为什么 他们都跑到雁门关去了 为什么 雁门关在北京 叫北到北方 向北流落到北方的 雁门关 干什么 去当老师 教授为生 当老师 这几个字合在一起 叫做北洛师门 北洛师门这个鱼 就是滚肚子里 长出来那个大鱼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喝了水 然后 在肚子里发酵 就是酒 耶稣说 你们喝我的酒 你们喝我的血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这个颂字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 魏先生住在颂呢 颂的意思就是 他的本意 它是一个大墓 上面叫颂江及时雨 就是一个神术 神墓 就是他告诉他 生命术 这个伊甸园里的生命术 耶稣说 我是术 我是道路 我是光明 我是真理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所以圣诞节 为什么搞一棵树 这个颂字本意就是这样 就是神庙里 术的那个 远古是树崇拜 树木崇拜 指的就是这个 就是牧人 就是许云峰讲的 树下彼何人 不与真我好 就是树下人 牧子里 大家明白了吗 说这个宋先生生于周 第一句话 这篇文章第一句话就是 魏先生生于周 周什么意思 大家说北周 北周这个朝代 事实上什么意思 周这个字的北意叫 它的本来字形 就是一个田字 里边每个里边都种上庄稼 它的意思叫田中密之也 其实就田中生木的意思 田中生木 田生木 大地的母亲生木子 还是讲的这个理 也就是崔博图讲的那个 来自田间第一人 指的就这个意思 所以有些 这个秘密 就点开了 大家就知道了 为什么 他为什么这么写 为什么这么写 就是因为他要 一件事 一件事的应验 一件事 这个 这个引用 在这位先生还说到了 这个 这个 乱世雄结 他应该干的这些事 就说到 又有个比喻 就是拿绳子去山上绑老虎 捆老虎 就是南西 那个 就抓老虎 那是猎人 就是这些猎狐座 是吧 飞兔之门 什么意思 兔的 飞在天上 就天叫天兔座 他说猎狐座 是我们人的原型 在上天造人的时候 是我们的原型 上帝就这个形状 被称为勇士 他是神的本型 他被称为星座之王 上天赋予我们的形状 上帝造人 就是按这个形状 赋予你猎人的形状 管天上飞的 地上走的 水里游的 管山林 山和树 所以在这个 魏先生这个小说里 就引用了 然后你去说 你上山 拿绳子去捆老虎 南西 飞兔之门 就是老虎还特意讲一下 西方 这个西方星座 我们知道 这个二十八九 西方星座叫成为白虎 西方白虎 东方青龙 南方猪鹊 北方玄武 这个虎就是这意思 另外利虎座的头 在二十八九里 叫做滋火猴 滋火猴就是虎头 古代的兵符 为什么要用虎符 一直到唐朝 他换了渔符 为什么要虎符 就是指的这个虎头 就是这个 一句话四个字 隐身 这个富虎 上山 捆老虎 就说清楚 南西飞兔之门 然后 这个 这个 持平 持平 附水 岂是安生之地 这个也很简单 水瓶座 哪是水瓶 水瓶座 去天河打水 是谁 谁去打水 就等北洛市民去打水 就是鱼嘴 A 就是子鱼去打水 岂是安生之地 为什么 天河 水 没有陆地 哪是安生之地 是大陆 就是我们在讲的预言 三脚应杰 总观通书里讲的这个 最后的五生老母 给这个 弥勒佛的十号 就是记号 时间的一个号 第一句话就是 大地等人不用忙 大地就是巨路 大路也封得巨路 这就是 这就是秘密 这就是秘密 就是说来说去 天下秘密都非常简单 我们说一句说 大道质简 大道质简 大道质简都简单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所以在这个文章里 这个甘泽谣里 我就说他应景 应时 应景应时 他的意思还是 要给大家 要大家明白 除了是 你还要明白道理 你又在眼下 如局势 这么复杂的情况下 你要明白 为什么我给大家 讲这个甘泽谣 讲这个魏先生 其实是什么 就是迹象 上天的迹象 上天的凭证 上天的 给人的约定 上天都已经做到了 都已经做到了 这时候就需要人 需要人去履行 和上天的一个约定 在这个凭证 相信这个凭证 相信这个凭证 你去做出 正确的选择 而不是把自己卷到 是川普还能当总统 还是拜登能当总统 卷到那个里边去 赋予自己 无限的 无限的精力和希望 然后呢 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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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懂得 识人 你说白讲 你看既不懂得 川普也不懂得拜登 谁都不懂 最后 你能有什么好结果 最后不就是盲从吗 最后不就是盲从吗 你说白 你跟着 有人说 拜登是这个 有人说 川普是天选之人 天选之人多了 谁不是天选之人 天选之人 你要履行 你应该 富有的那个使命 履行上天 赋予你的使命 这才是真的 天选之人 天选之人 就我讲的道理 上天不欠川普一个总统 当然也不欠拜登一个总统 他们现在 为了自己的权势 为了自己的成绩 为了自己的荣耀 把大家都裹挟进去 还有些人 然后中共还趁机 趁机架秧子 拼命地架秧子 把本来好好的 我们一个 绝对善良 公正的一个初心 最后搞 这是不怨别人 因为很简单 都是恶魔 到末世的时候 考验 就一种考验 就是磨炼 就是 那个预言里 我们讲过 三教应接总观通书 就讲这个东西 这个三教应接总观通书 就是 其实什么意思 说的 基本的一个模型 人是天宫下降的 你要回到你的 你的故乡去 你要回到 就像元教书 写的那个 是吧 经济满山归不得 故乡什么 什么高雷 故乡到天上 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 为什么这么讲 大家要明白 就是一切呢 都是要 一个剧本 人堕落了 现在要回去 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原罪的问题 解决原罪的问题 叫自己是 那个最高的那个人 彼此尊重 个人的这个王权 而不是大家的 聚在一起 去捧一个 一个人在头上 我看这个 我为什么 我这段时间 就是 骂了川普很多呢 就因为这个道理 就因为这个道理 其实这事 还不能说骂 骂川普 是很多人 有心的把 把那些 本来迷糊的人 给带到沟里去了 要不停的造神 不停的造神 造神 不能碰 不能 连句不好听的话 不能说 必须要恭维 必须要表忠心 必须要效忠 恨不得把自己 心脏挖出来 这是多么恶的 恶魔的磨练呢 这时候越到 末世的时候 需要你自己 去觉醒 回复你自己的 王权和神权的时候 你倒好 拼了一拼了 去帮助 再造一个神 把这个权力都给他 你说你贱不贱 非得把这个 上天救人的 最好的机会浪费了 然后去见死 在这里边 这个小说里 很短 其实很短 但是它里边 有很多很多秘密 可以说字字珠基 字字珠基 比方说 关于音乐的问题 除了这个 为征刺 它是五音之一 五音之一 它能参与这个评判 解决这个 关于音乐的争议 它还有设的很关键的问题 音乐谁发明的 音乐是 华旭氏发明的 大家记住了 华旭氏发明的 华旭氏创了音乐 华旭氏生福西 吕迹雷泽 吕迹人迹 大家知道 就是大脚印 生福西 福西 三月十八生福西 福西又创造了 福西做色 就是琴色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音乐 音乐 他知道是振动 是空气 我们听见耳朵 是听见的空气 空气的振动的声音 振动我们的耳膜 被识别出来 才是声音 才是声音 为什么耶稣 就医之前 要不天国的钥匙 给 给这个谁 给这个 彼得呢 说彼得 因为彼得语言明 叫做西门 西门的意思是 聆听的意思 我给你个名字 你叫彼得 彼得意思 公然意思 它是磐石的意思 其实我告诉大家 彼得的意思 西门的意思 本来叫聆听 我给你什么 给你 你怎么好好的 听这个声音 因为话语 声音是代表 上帝的话语 上帝用话语 创造的世界 上帝的话语 就是律法 上帝的话语 就是剧本 上帝的话语 就是出路 这个磐石的意思 就是耳朵里的 耳石 耳石在耳朵里 干什么用 就掌握人的平衡 它是个三维坐标系统 一个三维坐标轴 这个石头 要有位置偏移了 人家走路 就歪歪倒倒 就站不住了 就不是 听见这个话语 这叫磐石的意思 一个正确的 一个坐标结构 就是个经纬结构 经纬之数 你不至于跌倒 这就是钥匙 这就是钥匙 所以这个音乐 为什么要参与这个东西 这就是音乐 音乐就是代表 上帝的话语 也是雷则旅迹 为什么雷则听见 大雷响 天上雷响 佛祖传经 七声如雷 大雷这都是上帝的 自然界的震动的声音 耳朵能听见 他耳朵形状 外耳的形状 用下一个 用下一个脚印 用下小孩子的脚 他用下一个船 他用下一个脚印 一个鞋印 然后上帝的凭证 坚坚实实地 就在上帝预言这个地方 三十七度称 一四项 一五过渡 就在这个地方 一切都已经向大家显明了 一切都已经向大家显明了 基督教 但是魏征 最早就知道是道士 其实道士 中国的道教 其实很多人都发现 中国道教 包括道德经 它就是相当于 创世纪 相当于圣经 圣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说中国这个人种 也跟犹太人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 都是同源的 都是同源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人种之分 也没有什么宗教之分 更没有什么教派之分 是同源 共同的这个源头 就是魏先生的 先生的那个意思 最后回到那个源头 源头就是我们的故乡 也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是我们的船 是我们的 是我们拯救之路 就是为什么叫 一开篇要讲魏 讲魏先生 这个音乐 研究乐章 他知道乐什么意思 他知道章什么意思吗 章这个字拆开就是 就是这个 十十六日 十十六日 就是可以说是十月十六日 然后呢 这个章法 章跟法在一块挨着 就章是在天文学上 有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十九年七润 十九年七润叫做章 十九年七润叫做章 这叫做章 知道吧 这中国人最先的提出来 这个理念 几百年上千年之后 西方才发现这个问题 叫 这叫做章 叫做章 乐章 在一块是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 就是十九年七润 产生这个章 章是十月十六 大家明白了吗 这里边 每个字都有它的含义 都有它的含义 所以像魏先生到最后 说到 说到这三种人之后 到最后说 历数有归 就是不管你是哪种人 叫历数有归 太阳生是层冰解 太阳生来了 出来了 冰就融化了 就太阳 为什么 跟那太阳的轨道 太阳的这个狂道 有关系 有关系 记住 跟这个 然后 所有的人都要服从这个树 历数有归 然后 就是 这个下雨了 然后这个妖物解 就本来有雾笼罩着 刚才开下雨 就雾就没有了 就在宋江的吉时雨 在宋江的吉时雨 是吧 在这里边 就甘蔗瑶 就是春雨 就是春雨 春雨哪来呀 雨是哪来的呀 是吧 天上下的 但水的源头是哪啊 所以你还要回到圣经去 回到这个奔奔石 奔奔石就是 原始水域里的 就是那个水神 孵出来 淡里孵出来的 就这个金塔 叫做奔奔石 也就是这个位子 然后这个就是 征字的意思 上天给人的征兆 也是上天给人的证明 也是上天给人的应验 都合在一起 那这里边还有很 这个魏先生里边 还有更多的秘密 更多的秘密 但是时间关系 我不能都说尽 都说尽 你听着 你听得也乱 最后还是要自己去 琢磨和研究 就这里边小说里提到的 每一个人 提到的每一个描述 每一个情节 它其实都是作者 叫杀费苦心 就像写红楼梦一样 十年辛苦不寻常 增山多少次 呕心沥血 最后人都死了 干什么用呢 都是启示之作 都是启示之作 不能误人子弟的 越到关键的时候 越是要拿来救人的 由于这次是末节 过这村 没这地儿 所以再犹豫 这时候再走弯路 被人家带到沟里给埋了 值不值得呀 何必呢